中风三十 细念法师大义 尊敬的主位同修 主位护法 大家早上吉祥 阿弥陀佛 今天再接这个 佛妻的姻缘 再一次来为大家喜讲 中风三十 细念内容的大义 希望经过这个学习 能够发起我们对这一句 弥陀名号 能够落实在我们的生活里面 最近 师父有悟出一个道理 希望也借这个姻缘来给大家做一个分享 你看我们释迦摩尼佛 他一生讲经讲了四十九年 有三百余会 每一个法门归纳起来 有八万四千法门 在这个每一个法门当中 都能够帮助我们 得解脱之路的 那佛法教学 它最高的 最高的 是什么呢 你看这么多的佛法 它最高的境界 是建立在哪里呢 在哪里 我发现 如果你这一生想要念佛 在这一生当中 能够念到那种心 很清静 这个是我们最低的 不能再低了 如果再低呢 那念佛往生西方进度 是很难的 那这个佛法教学 最高的境界是什么呢 我最近悟出这个道理 一静坐的时候 这个佛法最高的境界在哪里 释迦摩尼佛教我们一个方法 一个人能够远离 内心的欲望 这个就是我们讲的 佛法教学最高的 你要远离这个欲望 只要这个欲望 你没有解决 无论怎么念佛 很难成就的 所以欲望 是我们烦恼的根源 你没有把它解决 那怎么办 所以为什么人 在这一生当中 活在这个世间 会活得这么苦 什么原因 最低的原因就是因为 永远没有知足的 永远没有知足的 从来不满足的 随着自己的欲望 一直在追求 永远不吃惊的 你说呢 你的生活 难道不苦的道理 所以从这个地方 尊敬的 注意统修大德 释迦牟尼佛 为什么教我们要 在这个地方 要下功夫 不下功夫 那真的很难了 所以你看我们 在里面 三归一里面 三归一里面 第二顿 归一达摩 礼意中尊 你要离开 这个欲望 你的心才能够清静 不然的话 无论怎么念佛 那就很难了 所以你的欲望越低 你的烦恼越少 你的欲望越少 你的心越清静 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的 所以学佛 其实很简单 只要你把这个原则 明白了 无论你怎么学佛 都非常的发喜 非常的快乐 走到哪里 身心健康 走到哪里 都非常的幸福 就算我们活得很辛苦 福口里面没钱 and no money and happy 是不是呢 虽然钱不多 但是也活得很快乐 但是有时候 有一些人你看 现在你看 很多人富而不乐 贵而不安 为什么 永远不知足 永远都是不够的 所以活得很辛苦 如果连这个佛法的基础上 我们就不明白的话 那怎么学佛 没办法 对不对 你看我们师父 身上没钱 走到哪里都是钱 只要动个念头 想要做什么事 自自然而人家送来了 你看 想要用钱 也没有这个机会 你看那个幸福 那个心多自在 我们很妥痛 钱多了 动脑筋 不知道干什么 要放在哪里 放在投资 又不安全 放在银行 利息又很低 天天动脑筋 要干什么 有时候活得好辛苦 所以说实在的 有懂得应用 真的 你看 师父都是这样的学习 就是学老和尚 只要有个机会 能够因缘去做 赶快去做 哪一个人需要帮忙 赶快去做 不要一直放在里面 放久了 变成贪心了 所以这个 最近悟出这个道理 所以那个欲望 能够一也低 一好 走到哪里 都非常的幸福 所以我真的很感谢你们 感谢什么呢 因为你们在这个地方 坐下来 我们在这个地方 一起来学习经教 最大的利益是谁 是我 真的 最大的利益的是我 所以我真的能够体会得到 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 为什么每一天 至少八个钟头 讲经说法 你看我们师父上人老和尚 每一天不断的 都在讲经 为什么 提醒自己 所以如果你想要离开这个欲望 避免这个欲望 把这个欲望降低 那靠什么呢 靠经教 要靠经教 不靠经教不行 不听经不行 不诵经不行 不读经不行 一下子就没了 这个就是我跟大家来做一个分享 而且 一个人 在这一生当中 你想 我们佛教里面讲的 归佛两足尊 两足不是两只脚 两足足 意思是满足 就是圆满的 圆满的 那佛有两个圆满 是什么圆满呢 智慧圆满 福报圆满 如果今天我们不学佛了 不听佛了 等于呢 你智慧也不要了 福报也不要了 你想 没有智慧 都是鱼吃的果报 没有福报 就是贫贱的果报 你想 这两个 在这个世间谁不要 每一个人都想要的 那怎么得到呢 听经 学经教 如果将来我们不到西方解乐世界 起码你得人生 你不会很辛苦的 所以我真的很感谢大家的 真的 所以听经很重要的 所以 有人 曾经问过一桩事情 他说师父 这个念佛呢 很简单 但是要修清静心 为什么这么难 以我的经验 我订三个功课 可以给大家提供 参考 刚才讲的 我们念佛最低的 一定要清静心 不能再低了 如果再低下去呢 往生西方解乐世界不保障 那怎么办呢 以我的经验 第一个 该看的 多看 不该看的 不要看太多 明白吗 该听的 多听 不该听的 赶快 不要听太多 该讲话的 要多讲 不该讲的 不要讲太多 没事 真的 看太多了 心都不清静 听太多的 都是烦恼的 讲太多的 都是是非的 所以古人讲得好 知识多事 什么呢 什么呢 烦恼多 诗人多处 是非多 所以你要从这个地方来学习 真的 看太多了 起烦恼 特别现在的 杂志 新闻 所看的 都是烦恼的 尽量不要看太多 也不要听太多 也不要讲太多 把你那个心 放在这句阿弥陀佛 那就不得了了 所以呢 所以学佛 做起来容易 做起来有时候很不容易 不容易在哪里呢 不肯做 不肯听话 不肯老实 也没办法 所以我们师父上人 常常讲过什么呢 眼见舍 眼见舍 而不然于舍 而听声 而不然于舍 什么意思呢 我们所看到的 所听到的 我们可以欣赏 你可以欣赏 我看到风景 好漂亮啊 对不对 像这一次 师父到墨尔本 有一位越南的 机士 带我去 看那个风景 而且玩了什么 那个场秘工 那个场秘工 那个风景很好 欣赏可以 但是不能执着 你不能执着 在那个地方 好漂亮 好漂亮 念佛 惨了啦 没有了 所以 见而 这个 见颜舍 而不然于舍 你听到了 听到什么 听到是非 或者人家听到 人家在讲你的坏话 批评你 或者来毁谤你 甚至来伤害你 你要保持那个心情 不要被迷了 你可以欣赏 但是我们不能控制 也不能霸占 这个是我的 这个是他的 如如懂懂的 清净心就没有了 清净心没有了 一望一来 六道轮回就来了 所以六道轮回 就是从这个地方来的 明白吗 所以从今天开始 回到家里 钱有多少 没关系了 无所谓 对不对 什么事情 该放下的 哎呀 看翻脚 真的 对我们学佛 对我们念佛 有一个很大的帮助 这个是我们讲 你真的要修行 你真的要发愿 你真的这一生当中 我想要六道轮回 不要再生生世世 在搞六道了 说实在的 六道很苦的 你这一生能够得人生了 你希望来世能够得人生 也不一定 看个人的业力 经上很清楚 如果你今天起心动念 都是利益自己的 就是自私自利的 你说你的来世能够得人生吗 就算得人生都是贫穷下贱的 没有一个人听说 这个吝啬 小气 天天动脑筋 又霸占别人的东西 然后得人生 又生在大富大贵的 没有的 没有这个道理的 所以释迦牟尼佛 在这个弥陀经 最后 讲到五浊二世 就是说的 剑拙 这个剑拙分为五大类 最严重 这五大类是什么呢 是斜剑 它五大类 生剑 剑取剑 戒取剑 最后的就是 我们所讲的斜剑 就是斜之斜剑的 而斜剑最严重的一条 是什么呢 最严重的一条 就是不相信英国 所以感召了 现代这个时代的动乱 感召了现在这个时代的黑暗 因为人人不相信英国 人不相信英国 最后都是害自己 害别人的 所以印光大师 在世的时候 为什么一生不予 予利地 提倡英国的教育 就是要帮助这个世界 因为这个世界的灾难 只有相信英国的精神 才能够停止的 如果人人不相信英国 永远灾难不会停止的 所以古人讲得好啊 欲知前世因 下面是什么 今生受的事 你过去生所造的什么样的因 一目了然 因为你现在所受的果报 跟你过去所中的因都有关系的 所以下面又告诉我们 欲知来世狗 下面是什么呢 今生做的事 所以要小心 所以刚才讲的 话不要讲太多 讲多了会得罪人 人一得罪了 变成我们的阴亲在主 你怎么回向 很难化解 所以因家一解不一解 少说话 没事 所以师父 以前刚刚出家 看到三个佛像 这个佛像有三个动作 一个是什么 把嘴巴盖起来 第二 把耳朵盖起来 第三 把眼睛盖起来 以前不懂 现在懂 所以从今天开始 回到家里 该讲的 去讲 该看的 去看 不可以看的 不要看太多 你那个心就容易清静 你的欲望就会降低了 欲望降低了 你的身心一定很健康 你的家庭一定很美满 真的 因为一个人的烦恼 一个人的痛苦 都是从我们的 欲望而升起的 所以欲望要降低 那降低怎么办呢 懂得知足 那知足从哪里来的呢 懂得去布施 懂得去听经 你这将来 起码 你能够做得到 人天福报 最起码的 你能够保障在你的手上 永远不会堕在山土的 又能够闻到佛法 何乐而不为呢 所以我还能学习 我们师父上人 我们师父上人 一生 三不失 财不失 法不失 五味不失 放生 印法宝 只要哪个地方需要的 通通去供养 到最后 还是你的 跑不了的 因果的存在 这个就是简单 来给大家 先说明这个道理 所以 佛法教学最高的 都是你要离开你的遗忘 越低越好 越少越妙 你要明白这个道理 这个人生是很短促的 你看 最近 师父看到有一位居士 一生拼命地赚钱 从两天拼命地赚钱 到老的时候 留下了遗产 离开这个世间 留下了遗产 两个儿子 一个女儿 一分财产 三个兄弟 姐妹 又吵起来了 而且怪父亲不公平 你想 你想一想 你一生所赚的钱 辛辛苦苦到最后 留下给儿女 结果得到的是这个样子 你说 可怜不可怜 他真的很被爱 所以 要聪明 要有智慧 不但给自己帮忙 也能够帮助儿女 在这一生当中 能够和睦相处 能够过得一种 互相的尊重 互相的恩爱 比较 比什么更好 所以 在这个地方 我跟大家分享简单 学佛要从哪里开始 从你的欲望 好好降低 没事 一种参考 接受不接受 看个人 我们就是以佛法 来看这个世间 不是以 用我们的语吃 来看事情 好 我们来看下面 那昨天 已经为大家 介绍 这个中风果师 有讲到一段 一个比喻 讲到就是 二种生死 第一种叫做 分段生死 分段生死 就指我们这个 六道轮回 我们这个 我们这个 说佛四戒 这个叫做 分段生死 三戒之内 那第二个呢 就是变异生死 变异生死 是指四圣法戒 这些 原觉 生文 这些菩萨 而且这些 四圣法戒 谁人已经 超越三戒了 虽然他已经 离开这个三戒 已经超越了 但是他还有 变异生死 所以释迦牟尼佛 在这个地方 以中风果师 不鼓励我们 鼓励我们什么呢 鼓励我们念佛 因为只有念佛 将来往生 西方起的世界 这二种生死 你就超越了 就没有生死了 都是永恒的 永生的 这个就是 释迦牟尼佛 在这个经教里面 不鼓励我们升天 原因就是在这个地方 你看那个天界 最高的是哪一层 第二十八层天 最高的 飞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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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触天 他寿命有多大呢 八万大节 贴那个树木 那个很长的寿命 但是他还有生死 所以越爬越高 越摔越痛 为什么 因为当他生死关头 出现的时候 他开始怀疑佛法 怀疑佛所讲的话 所以在这个地方 他毁谤三宝 毁谤三宝 果报就是五间地狱的 所以不鼓励我们 到天界去 鼓励我们到哪里 西方几德世界去 没事 就是这样 所以今天我们念佛 要把目标建立清楚 如果只是来念佛修福报 无论这个福报有多大 但是总有一天这个福报 你也可以用尽了 那用尽了呢 苦就来了 所以还是放下 供养 然后把一心一意 放在这句阿弥陀佛上 那就美妙的 这个人生的圆满 但是很多人 在这个地方 认为 而且怀疑 怀疑什么呢 认为单单凭这句南无阿弥陀佛 那真的能够超越这个二种生死吗 二种生死用简单来讲 就是死法界了 那真的能够离开超越吗 而且 凭这句阿弥陀佛名号 你所得到的 就是就近成佛 很多人认为 不相信怀疑 真的吗 有这么样大的能力吗 凭这句这么短短的 南无阿弥陀佛 有这样的能力 所以自古以来 很多修行人 都不相信 不相信 不要说我们 外面的凡夫 阿罗汉 菩萨 都不相信 很多 太简单了 太容易了 这个我不相信 哪有这样的 所以今天你能够念这句阿弥陀佛 当你听到这一段经文 你能不能相信 能信吗 说明的福报很大 所以真的 听话老实 不容易 所以 以前 我曾经问过我们师父上 他说师父 这个佛号怎么念 这个真的有这样的殊胜吗 老实 听话 佛教我们怎么做 我们就怎么做 佛教我们怎么听 我们就怎么听 所以在弥陀经里面 我们有看到一段的经文 我每次读到这一段的经文 我真的很佩服 释迦牟尼佛 我真的能够体会得到 释迦牟尼佛 真的苦口婆心 你看在这个弥陀经里面 释迦牟尼佛 连续的四次 四次 教我们 你要相信 阿弥陀佛 你要相信 西方极乐世界 你要发愿 你要相信 诸佛如来 以释迦牟尼佛 所讲的这一切的经教 苦口婆心 到最后 释迦牟尼佛 有一段经文 他自己讲的 自己讲的 为了要来给我们证明 让我们放心 让我们这一生 能够得到解脱之路 没想到释迦牟尼佛 把这一段经文讲出来 而且自己讲出来的 他怎么说呢 大家请合掌 释迦牟尼佛 告诉瑟利佛 当知 我已五着恶事 行此难事 得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为一切世间 说此难信之法 是唯一 圣难经文 我们念到这个地方 这段经文是释迦牟尼佛 自己讲的 你想一想 到这样的程度 他说瑟利佛 你知道吗 这个释迦牟尼佛 在这一段 他告诉我们 因为他告诉舍利佛 因为他告诉舍利佛 告诉舍利佛 等于也是告诉我们了 他说 你应当要知道 我是释迦牟尼佛 在五着二世 我今天在这个五着二世的 今天能够成佛 都是靠什么 男性之法 就是靠这句南无阿弥陀佛 我才能够成佛的 所以释迦牟尼佛 在舍利的时代里面 是念佛法门成佛的 为一切事件所持 男性之法 就是为九法界的众生 来为我们说 这个男性之法 真的是念佛成佛的 众生很难相信 不相信 讲到这样的程度 你想一想 而且在这个地方 这段经文 有一个很了不起的 你们有没有去留意 释迦牟尼佛成佛 在这个时代 他把这个功德 通通推给谁呢 推给阿弥陀佛 他没有赞叹自己的 你看我们世间的人 你看那些企业家 成就的 成功的 当那个记者问他的时候 你的成功的秘诀在哪里 所讲的都是自己的 都是称赞自己 怎么成就的 释迦牟尼佛没有 所称赞的都是阿弥陀佛 你那一看 你想一想 那个度量有多大 所谓的 尽虚空变法界 真的 这个讲的是比较深了 所以从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明白这个道理 说实在的 很多不相信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释迦牟尼佛在 在这一部 佛说阿弥陀经 五问之说 把这一部经 为我们讲出来 你要明白这个道理 所以过去 廉耻大师 廉耻大师是我们 净土中 第几代的主持 第几代呢 第八代嘛 那廉耻大师呢 曾经啊 学过一样 一幅对联 那这幅对联 是怎么说的呢 我们先看上的 廉耻大师是这样讲的 莫雅一身超实地 这个雅是惊讶的意思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我们不能小看 这句南无阿弥陀佛 你也不要惊讶 这一句 这一身 南无阿弥陀佛 这句名号的功德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一句 南无阿弥陀佛的名号 能够顿超实地 顿就是很快速的 大幅度 缩减你的时间 就是很快很快的 超是超越 那实地 是指什么呢 成佛 你想一想 一尽名号 廉耻大师所讲 顿超实地 不得了 所以你不能小看他 真的不能小看 那下面的那一对 脸是怎么说的呢 更不得了 廉耻大师 怎么称赞的呢 七字六字 六字跨三城 什么意思呢 没想到 这个六字大鸿名 六字大鸿名就是指南无阿弥陀佛 这句南无阿弥陀佛将三层妙法 全包 垮了 一句阿弥陀佛名号 全部念尽了 没有一个堕落 全部在里面 换句话说 释迦牟尼佛 讲经说法 四十九年 八万四千法门 到最后 回归到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名号 一句阿弥陀佛名号 一展开 就是释迦牟尼佛 四十九年 所讲的一切法 四十九年 一展开 就是整个虚空法界 一切法了 一句阿弥陀佛 谁能够相信呢 真的啊 不容易啊 说实在的 连这个道理 我们都听不明白 你还不念佛 你不是语知是什么呢 我还不知道了 怎么形容 所以真的啊 苦口婆心 像师父以前 刚刚出家 大概四个多月吧 不到半年 师父就是每天教花 教树这些 你看有一位老人家来跟我说 讲到好多好多 跟我讲很多 他说释迦牟尼佛的法 到最后都是回归到这句阿弥陀佛名号 我不相信 我真的不相信 哪有这样的道理呢 华语啊 所以我这一生当中能够相信这个法门 说实在的 也经过很多的一些障碍啊 才今天能够相信这个法门来念这句阿弥陀佛的名号 而且我在想 我每一天在想 我很感谢啊 这些老师 这些善知识 让我们明白认识这个法门 让我这个永恒不会改变 一生一意死尽他地 念这句南无阿弥陀佛 不改变 无论什么样的法 我都不改变 一句阿弥陀佛 老实 简单 所以 这个道理很深 我们 没办法去理解 纵然 连此大师说的 佛在经上 为我们说明 说老实话 我们也不太容易 意气明白这个道理 你能够明白吗 我们只是知道 纸上谈兵而已 我们只是知道这些理论而已 从经文 我们明白这个道理 从听经 我们明白这个道理 事实上 我们有没有 融入阿弥陀佛那个境界 没有 我们只是在 在纸上谈兵而已 只是知道 这个兵怎么打 到最后 事实上 不一定也是这样的 所以这句兵号 不得了 累不累 要打个睡 要不要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 对不对 无累 可以放腿 脚放松一下 不要太严肃 你看 做事不多好 坐在这个地方 我最近在台湾 我看到很多这些 记事 都是六十岁以上 才出家 你们有机会 无论是男女 都是六十岁以上 才出家 如果早知道这样 我也是跟他们学 不要这么早 你看师父出家 二十几岁都出家了 不容易 二十七好像 二十六十七都出家了 真的 所以 这个道理 我们真的 没办法去融入 所以偶一大事 在弥陀经 药节里面 才为我们讲 为佛 以佛 方能究竟 非九世纪的众生 所能信结也 凭我们 这个凡夫 能够理解 这句名号的功德 是没办法去解决的 所以这个法门 称为什么呢 称为男性之法 所以中风果实 后面告诉我们 今天我们能够 对这个法门 能够生起信心 你能够接受 你能够欢喜 而且能够 对这个法门 也能够理解 纵然 你能够理解 一点点 一点点 纵然你明白 一点点而已 只是皮毛而已 释迦牟尼佛 在五量寿经 告诉我们 那这个人 这个念佛的人 他过去生中 曾经供养十方 以切诸佛如来 如果没有供养 十方以切诸佛如来 否则的话 别说生信 不要说我们欢喜 肯接受 肯发愿 连这个法门 这句名号 你都听不到 所以今天我们 念佛的人 真的是大善根 大福德 大因缘 如果没有修得 这么大的福报 你还在这个地方 乖乖的念佛吗 还乖乖的 能够欢喜吗 能够受持 最难得的 我要发愿 我这一次到墨尔本 有一对夫妻 他是越南人 他做那个 开那个 卖这个 东南亚的 那个食品 卖那个 开那个店 好大的一个店 在那个百货公司 好大 哇 生意很好 人啊 好多人 天天 好多人 在那边买东西 七点早上就开门了 晚上七点关门 那个生意做得非常好 他呢 带我出去 去一个海边 去观光旅游 我们统修雪梨的 没有 只能自己主动 师兄你有空吗 我们这边走一走 雪梨没有 很少 我这一次 我真的 带我去走一走 然后呢 带自己的一些食品 因为他知道 我喜欢吃那个 越南卷 越南卷 那个越南卷 喜欢吃这个 然后在海边 他跟我讲他的故事 他说师父 我小的时候 他的父亲往生 他说 有一个越南的法师 在念经 念到这句 南无阿弥陀佛的时候 他很开心 然后呢 不知不觉 就掉眼泪了 就是大概十几岁的那个时候 他掉眼泪 但是我不知道这个是什么 后来呢 他们成家了 成家了 结婚了 有孩子了 然后呢 他们这两位 很善心 为什么 莫本很多道场 他常常去供养 因为他开那个店 送菜啊 送米啊 反正哪一个道场需要 他就送 去供养 到处供养 那有一天呢 有一个台湾的法师 来到这个光明寺 莫本有个历寺 好大的 就是光明寺 我也去过了 他也带我去介绍 跟这些的法师认识 跟这些历南的法师 然后呢 他说在这个光明寺啊 听到一位老和尚啊 从台湾来讲经的哦 然后呢 他听到这个念佛呢 很发喜 然后他去见这个老和尚啊 这个老和尚就跟他讲 你要念佛 念佛是真的 你要发愿 往生西方节的世界 这个世间都是假的 人生无常 有生必有死 有死必有苦 你要好好念佛 将来离开这个世间 不要再流道轮回 好好念佛 往生西方节的世界 从那一刻开始 他开始念佛的 所以家里啊 他这次带我到家里 他家里好大的房子 然后呢 有一个很大的念佛堂 他家里 两位夫妻 天天敲目以念佛 好用功 所以这种缘分啊 不是偶尔的 过去生而所修来的 所以他老人家呢 请我到他的家里 教他怎么念佛 才能够设心 这个佛号又怎么念 才能够设心 能够专心 因为他在工作呢 一边工作 一边为众生服务 但是这个服务当中 这一句名号 要怎么样 自自然然而生的 所以我们今天在这个念佛堂 念佛啊 是锻炼什么呢 锻炼把这一句名号 变成什么 变成习惯 你能够习惯了 自然而然 这个佛号就出来了 所以你要这样锻炼啊 不是没有道理的 我们今天说实在的 佛号念得太少了 经听得太少了 经读得太少了 所以现在我们念佛 为什么不能得到 佛号的感应 原因就是在这个地方 所以我在他家里教他 静坐念佛 怎么念佛 你那个心 这个佛号 能够相应 教他怎么念 所以啊 要养成一种习惯 像我们在生活里面 每一个人都有养成习惯 对不对 像师傅 有个养成习惯 早上起来 我一定要喝一杯 或者两杯的温水 坐下来 喝温水早上起来很健康 特别对那个消化 很难消化的 这个喝温水很健康的 真的 我早上起来 自然而然的 就是要去喝水了 喝温水坐下来 十分钟 一边喝水 一边念佛 拿着念珠 一边念佛 一边喝 无论你喝多少 一下子 就上厕所了 很快的 而且身体很健康 养成这种的习惯 真的 念佛 我们锻炼 在这边念佛 也是在锻炼 锻炼这种习惯 的成习惯 让我们这句名号 自然而然就念出来了 所以 释迦摩尼佛 在经上 又在告诉我们 担当 讲极乐世界 只有讲这个极乐世界 诸菩萨的功德 用百大节 都说不尽了 你要来赞叹 这个释迦摩尼佛 赞叹这个西方 极乐世界 无尽的庄园 无尽的美好 无尽的功德 就算你赞叹了 无量节 百万大节 你也讲不完 只是西方极乐世界而已 何况呢 阿弥陀佛的功德 那就不得了了 所以阿弥陀佛 是圆满的功德 都是浓缩在这句 南无阿弥陀佛 而且高度的浓缩 换句话说 万善同归 尽虚空变伐界 一切的善 通通回归到 这句南无阿弥陀佛名号 换句话说 也可以讲 阿弥陀佛无量节以来 所修学的功德 通通都在这句名号上 而在这句名号上 获得四十八愿的加持 四十八愿的互念 你讲一讲 你今天念这句南无阿弥陀佛 功德有多大 还不念 所以今天我们念佛 这一句名号 映光大师 中风果师 告诉我们什么呢 是精华版的 最精华的 是庙中之庙 是镜中之精 没有比这个更精的 没有比这个更妙了 你还不念佛 最近 我听到很多 学佛 那些老同修 念佛念了二十几年 最后不念佛了 不念佛了 在摸本很多 我这次去的很多 有几位 念了十几年 二十年 最后不念佛 他不念佛了 是念别的 是修别的 很可惜 如果他懂得这个道理 他可能不会去 如果我们明白这个事实真相 我们还能够念别的 不可能的 还有我们听我们的 正居士 他有认识一个 学佛的 他学佛也是从这个居士来的 他以前家里 供的是一尊阿弥陀佛 过了几年了 他家里不是一尊阿弥陀佛了 一大堆 动摇了 所以真的很不容易 这个法门 所以释迦牟尼佛真的苦口婆心 来为我们讲这个法门 但是很可惜 我们众生不相信 没办法 所以中风果实告诉我们 只要今天我们肯念 字字句句的 都是将这一句阿弥陀佛 无尽的功德 把这个功德接纳过来了 变成什么 变成你自己的功德了 你想一想 你今天能够用你的真心 用你恭敬的心来念这句阿弥陀佛 永远不离开 一句阿弥陀佛 你不断地训练 你把阿弥陀佛 无量节的这些的功德 你把它接纳 变成你自己的 那个不得了 所以中风果实 才会告诉我们 才会有这样不可思议的 功德的成就 这个就是中风果实讲的 纵然我们虽然念佛 还没有了断一切烦恼 这二种的生死 能够超越吗 佛告诉我们 念佛的众生 这一生肯定发愿 往生极乐世界 这两种生死 可以彻底超越 而原正三不退 就算我们反复下下品 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你也是超越 而且福报待遇 都是跟阿弥陀佛一样的 而且在这个福报当中 得到三不退 这个地位很高 为什么不念呢 所以在这个地方 中风果实又告诉我们 弥陀愿力加持 当我们念佛 念这句南无阿弥陀佛的时候 你一定要想到 想到什么呢 想到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 这样殊胜不可思议的功德 我们能够满不精心的去念 我们没有把它清视 把它看了 你要用这样的心来念 所以中风果实 才用这个相向渡河 来做比意 来给我们明白 勇猛精进 本远 只要你能够勇猛精进 你那个成就的力气 力量那就很大 所以经上有一位 叫做相向菩萨 大家有没有听过 相向菩萨 有没有听过呢 相向菩萨是谁 在哪一部经 在哪里呢 其实在弥陀经 我们可以看得到 很多人说师父 弥陀经哪里有啊 我翻来翻去 都没有看到相向菩萨 只看到前陀合体菩萨 还有什么呢 文殊菩萨 常经经菩萨 这个相向菩萨是谁啊 是谁呢 在弥陀经我们读到的 就是有一位菩萨 叫做前陀合体菩萨 前陀合体菩萨 就是相向菩萨 相向菩萨 什么样的意思呢 就是教我们要精进 所以相向菩萨翻成中文 就是不休息 他不休息 告诉我们念这句名号 怎么念呢 跟相向菩萨那样 勇猛精进 常精进不休息 那我们这句名号的鸿鸣 随时都能够提起 功德利益 都是不可思议 这个就是我们讲的 比念佛力量力度 是非常之大 我们一定要有信心 这个叫做相向渡和 以后我们读到这个弥陀经 读到这个前陀 和体菩萨 他就是相向菩萨 提醒我们不休息 好用功 不懈怠 该工作的工作 该上班的上班 该煮菜的煮菜 该洗衣服的洗衣服 对不对 在生活里面 以及阿弥陀佛 落实在生活 很简单 好我们看下面 最后 请二长 加灵出雀 加号压全阴 什么意思呢 我们来看解释 加灵出雀 这个加灵出雀 它是一个比喻 我们在弥陀经 会常常读到 叫做加灵平切 加灵平切 在弥陀经 我们会看得到 是比喻什么呢 比喻是极乐世界 我们能够读到 在极乐世界 有一种鸟 什么鸟呢 什么鸟呢 叫做妙音鸟 那为什么称为妙音呢 而且这一种鸟呢 在这个释迦牟尼佛 当时在世的时候 这一种鸟有 在哪里 在雪山 这个雪山所指的 就是喜马来亚山 这个叫做 加灵平切 这个真的是有 那根据啊 据说这一种鸟呢 它的声音啊 是非常非常的悦耳 悦耳到什么程度呢 连天人唱歌 它的声音都比不上它 真的 你想一想 天人唱歌 都比不上它 哪一种鸟的声音 你想一想 用这种来比喻 所以经上啊 常用这个 加灵平切之音 来做比喻 比喻什么呢 比喻什么呢 用这种鸟来做比喻啊 比喻什么呢 明天再跟大家 来说明 时间到了 我们今天啊 简单来为大家 说明啊 中风果师 在这个三十系念里面 用这个相像度和 来做比喻 比喻什么呢 我们念佛 不能懈怠 你要常常锻念 要常常念 因为我们今天念的佛号 念的太少了 所以为什么我们念佛 烦恼无法减少 智慧无法显出 清净心 而无法开显 因为我们的佛号 念的太少了 所以要多念 多用功 多精进 最后啊 也祝大家 岁岁平安 年年如意 今天呢 如果有讲一些 不对的地方 不好的地方 请大家多多包含 批评 我们今天目的 只有一个 就是要来学习 帮助我们开智慧 这个智慧啊 对我们这个人生 很重要 它能够来帮助我们 把一切的烦恼 无论我们在 什么样的环境中 我相信 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 所谓的千人千帮苦 苦苦不相同 所谓的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我们每个人都有烦恼 但是烦恼有轻有重的 如果今天你能够真的学佛 你能够把这个烦恼会变成什么 变成你的菩提了 你不会把这个烦恼变成什么 变成你的压力 因为这个佛法的好处在这个地方 所以要好好用功 好好念佛 有时间 好好听清 对我们有好处 谢谢大家 祝大家 阿弥陀佛 明天我们继续来给大家说明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